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 翁立友也曾透露过 自己从小就有肝眼症 是天生的 但没想到得知这症状时自己十分害怕 他表示 十几岁的时候去看眼科 当时是我朋友陪我去看的 那时候是彰化的一家眼科 医师是女生 之后就说是肝眼症 我就问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 没想到医师竟然直接说 你这是绝症 让他吓傻 这也导致他常年都得准备人工泪液和眼药水 不能太过疲惫 对于自己的肝眼症 翁立友虽然已经习惯 但还是无奈地说 我就是最不适合走演艺圈的身体 我实在是真的不适合 偏偏又让我走演艺界 而翁立友也透露 以前一紧张 加上摄影棚的强光打在眼睛 就会觉得不行了 会又干又灼热 然后你平常也会觉得怎么样都睡不饱 怎么睡眼睛就是瑟瑟的 甚至有时候接受采访 翁立友的眼睛也会不自觉地一直眨 让他觉得很困扰 翁立友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 七岁时就得做手工补贴家用 父母为了挣钱北上 所以他一直被寄养在彰化县绣水乡 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儿时的他与母亲感情较好 与父亲则比较疏离 母亲发现他有音乐天分后 想给予更多培养 但因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而作罢 因为当时放学后 要协助负担家庭生计 虽然外公外婆给了满满的爱 但少了双亲的关怀 还是影响到他的性格 令他自小就郁郁寡欢 甚至还产生了自卑心理 之后他便随父母搬到彰化时一起生活 初中毕业后的他 白天在旅门窗工厂上班 晚上就读一彰化师大 复工进修部制图科 并担任了乐队指挥 高二那年在同学庆生会上 他无意展现了好歌喉 随后又参加校内歌唱比赛 并顺利夺得第一名 自此之后 父亲也看到了儿子的歌唱天赋 为了让儿子更上一层楼 便帮他报名歌唱训练班 每天授训八个小时 也由此开启他的歌唱生涯 后来在1995年 他以本名参加三立卫士 二十亿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摄清组比赛 未免时官击败震下来 观众不舍要求再给他机会 而这也让唱片公司看到了他的才华 有意向他签约 却因他要入伍当兵而暂时搁置 两年之后他退伍了 在大齐唱片旗下经典专辑中出事提升 一年自取一名翁立友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中还有与于天和陈亚兰的对唱 宣传期间于天更陪他一起跑宣传 但首张专辑并未受到青睐 为了生计他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卖大闸蟹以及销售保险 当时穷到一餐只能吃一颗茶叶蛋果腹 长期失智的情况下 他越来越沉沦 进而陷入忧郁情绪无法自拔 甚至还有长达七年的酗酒恶喜 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还准备滴险汤帮忙补身体 他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认为自己太不像 从此之后大梦初醒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2003年 蔡小虎偶然听到他上歌唱节目 对于他的声音颇感兴趣 本想直接签下他当艺人 但后来还是决定把他推荐给豪记唱片 此后 酷金刚来的他 终于以妈妈的背影等歌曲走红 歌声传播了大街小巷 出道20多年来 翁立友从未出现过负面消息 但之前却被鸡排妹指控对其动手动脚 使多年建立的良好形象蒙上阴影 据席在主持尾牙对稿时 鸡排妹确认 只要介绍翁立友从主桌走上台 自己就可以先退场 两人不会有任何交集 不过 就在他介绍翁立友上台后 翁立友便叫住他 理由是 穿着一身红旗袍的鸡排妹 和穿着红西装的他服装相衬 所以希望他能站在台上陪他唱歌 他还询问鸡排妹 会不会唱自己的歌 鸡排妹正好不熟悉 但他不死心 继续问鸡排妹最近唱过什么歌 鸡排妹答 广岛之恋 他就在没有卡拉带伴奏的情况下 要求直接合唱 虽然鸡排妹不懂这段脱稿演出的用意何在 但仍陪他唱了一段副歌 他还故意改了歌词 把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改成想你 尽管如此 鸡排妹只能无奈继续唱完 好不容易结束对唱 翁立友还开始跟他攀谈 而且越靠越近 就在翁立友想举起靠近他的左手时 左前臂突然划过他的屁股 此举让他当时愣住 不敢相信自己身后传来的触碰感 而翁立友仍大力称赞他主持表现好 最后甚至还说要为他开公司 他对这一切完全不解 而翁立友熟练且镇定的模样 让他怀疑对方这不是第一次 而称为自己开公司 可能也是为了在尾牙上吃豆腐 此事发生之后 翁立友所属的好几唱片曾发表声明 表示他相当尊重异性演出者 舞台效果都是要让演出更为生动 并再次强调他自出道后 解身自爱 尊重女性 他本人后来也召开记者会 强调当天绝对没有做出 划过屁股的骚扰动作 还说大家都很喜欢他 那天气氛很好 一切行为都是要捧他 谈及改歌词仪式 他解释道 出道以来 也遇到过被对方改歌词的事情 出发点只是希望大家兵主尽欢 借此创造业务回流率 另对于鸡排妹指他喊出 为对方开公司的话 他说是被断章取义 因为鸡排妹很少出来 以往跑活动遇到其他艺人 都会互相夸奖捧场 但尽管已经出面解释 但还是影响到他的心情 甚至还受了四斤 妈妈舍不得他受委屈 而他指挥 这些小事情自己可以处理 事实上 翁立有多年来 非但从未爆出过负面消息或绯闻 而且拥有着好人员 杨秀慧在接受访问时 曾替他发声 称 从来没有听过他会吃人家豆腐 或者对人家不礼貌 因此听闻消息后非常惊讶 他还提到 翁立有是非常害羞的个性 过去他曾主动提出要拥抱 而对方很别扭地喊 不好意思 同门艺人谢金金 与向惠玲谈到翁立有 更大赞他是 善良又优秀的大哥 百分之百相信他 两人也谈到过去 和拍音乐短片时 翁立有总离他们很远 就连导演都看不下去 要求他搭一下他们的肩膀 但翁立有仍然仅以手指 微靠肩膀 最后导演只能请他们自己 主动一点 谢金金还谈到 以往到南部工作 翁立有都会包保姆车 收工后 体恤你孩子不要太晚回家 会请司机送所有人 都平安返家后 才让人送自己回家 而与翁立有同为张华人的陈隋毅 从17岁就认识 他谈到翁立有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每一场表演下来都会问他 哪里有没有什么不好 也很在乎网络言论 还说当事者看到指责的言论会很难过 只希望事情可以平安落幕 如今已经46岁的翁立有已单身多年 对于爱情也看得很淡 他感叹过去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 甚至忙到都忘了自己几岁 加上他自认之前 为了事业就没想过要恋爱 现今演艺事业有成绩 却又没遇到有感觉适合的对象 近年来看到身边亲友 慢入婚姻生子这一步 加上弟弟也生下小孩 让喜欢跟小朋友相处的他笑说 可以未婚生子 婚礼不要办也可以 他过去认为自己是公众人物 外界很关注恋情 感情公开就等于分开 不过现在心态一改变 他时常提醒自己 要对异性敢开口来拼脱单 而翁立有其实 曾与谢金晶被短暂传出交往仪式 据媒体报道 当时他打扮朴素的现身心仪威秀影称 身旁则跟着长发飘逸的谢金晶 两人一路上相谈甚欢 互动非常自然 散场后他也耐心地等对方上厕所 就算已经看完电影也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附近散步聊天 互动就像感情正在萌芽的小两口 随后谢金晶被问到与南方的关系 他表示看电影是他偷偷地买好票 然后主动邀请了南方 主要是为了感谢对方平时对他的照顾 叶暧昧地透露 他就像大哥哥 未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 语代保留 并没有把话说死 翁立有则认为 她是个可爱又懂事的女孩子 不过此事过去多年 至今未有好消息传出 近来受到疫情影响 许久未有活动演出的他 为了防疫都是身居检出 宅在家里陪伴年迈的父母亲 据了解 除非是带妈妈出门采购 不然他几乎就是待在家 并且认为 这段时间能与家人相聚 是平常很难拥有的机会 另外 本来他计划二度开办演唱会 结果也因为疫情实在太严峻 所以只能顺言 好在近来疫情趋缓 此事也可以再度提上日程 希望他能得偿所愿 顺利开办演唱会 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早日恢复 也早日迎来自己的爱情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